觀眾朋友好 我們今天再來說油的事情 這兩天我跟朋友開玩笑 說我們臺灣人實在很硬 你知道嗎 這麼多黑心的衝箱 要用這麼多黑心的油 還有那個說纏銅葉綠素的這個甲油 還有飼料油 還有蔬水油 還有工業用油 我們一隻吃了 還有十年 仙頭都逃不死了 這當然是開玩笑 可是後來講一講說 不行喔 無敵人 已經有很多人去逃避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這個真的會是感覺是很可怕 如果我們從九十一年開始算 臺灣罹患大腸癌的人數的話 九十一年的時候 只有八千多個人 九十二年八千三百多個人 到九十五年是超過一萬個人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到一萬一千多個人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到一萬四千多個人 罹患大腸癌 那想說 這個吃這個黑心油 真的對身體有什麼危害嗎 所以到現在呢 所謂的消費者要去舉證 要求償 是困難重重 可是我們另外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們身邊 有這麼多的親朋好友 那麼多人 不管是得到肺癌 得到大腸癌 得到種種奇奇怪怪 之前聽都沒聽過的這些癌症 人數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黑心油跟癌症之間 到底有什麼關聯 我們今天好好來講 先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星光醫院 腎臟科的醫師 江首山 江醫師 大家好 臺大公衛學院的教授 吳坤裕 吳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阿曼 大家好 謝謝吳老師 臺師大化學系教授 吳嘉誠 吳老師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的醫藥記者 洪素卿 信聰好 大家好 剛才剛才說中癌 這個人數越來越多 這個人怕死人 余天 他們助教 說三十一歲 就大腸癌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可是另外一個 更可怕 更嚇人 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所謂的四千多萬公斤 那平均大大小小 老的加小的 臺灣人一個人 都吃兩公斤以上 四千多萬公斤的飼料油 或其他奇奇怪怪 越南來的超級無敵 噁心的這些油呢 通通進到臺灣來了 進來之後呢 六千多噸呢 是到頂興正義這些 去做所謂的黑心油 然後另外五千多噸呢 是到了飼料油廠 可是現在呢 有三萬多噸 也就是三千多萬公斤 三千多萬公斤 這個超級無敵噁心的油呢 跑到哪裡去 不曉得 所以越南這些飼料油 到底跑到哪裡去呢 到現在為止 政府要嘛 還不是講清楚 要嘛就是他還沒掌握 我們來看看越南油的流向 油品到底安不安全 除了頂興正義進口食用油之外 其他有六家進口飼料油 但永成和靖威兩家 已經被剪掉茶口無法查證 剩下四家 城邑 城志 皓雲和昆貴 目前查無不法 至於為什麼會和台北駐越南辦事處 所公佈的四萬八千公噸 數量不符 農委會則回應會盡快查清差距 並成立特別辦公室來加強積茶 一個飼料科呢 確實只有兩三個人 也真掉包沒有辦法掉 所以我又成立一個特別的辦公室 成立辦公室只是其中一部 農委會也強調 未來在飼料管理法中 會把飼料用油納入管理 以後要進口飼料用油 都必須經過申報 提出證明 甚至要符合致癌物質 和重金屬檢測等標準 才可以使用 預計最快三到六個月 就會正式上路 記者曹彥均林志堅 台北報導 不過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數字還不是兜得很龍 就是說包括財政部 包括農委會 以及包括食藥署 他們所提供的一些資料 現在好像還不是那麼的一致 剛剛我們談到說 四千八百萬公斤的這個越南油 跑到台灣來 可是還有三千多萬公斤 不是三公斤多是三千多萬公斤的油 跑到那裡去不曉得 我們來看看 台灣駐越南代表處 他說法是說越南這間叫大幸福油脂公司 過去三年半總共賣了四點八萬公噸 也就是四千八百萬公斤的油到台灣的 財政部說法是說油箱都掌握了 那八成是流到飼料廠 可是農委說只掌握到五千多公噸 那其中一百四十四公噸跑到工業用 其他都跑到飼料廠或者是蓄木廠 食藥署說只掌握兩千一一年之後 頂興正義跟永城跟大幸福購油 總量是三千多公噸 有將近四點五萬公噸 也就是四千五百萬公斤的這個油 不知道怎麼走到 蘇清我請教 你聽有這些政府的數字的一致性跟奇異嗎 這個其實從頭看到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 這些東西去了哪裡 因為他們會發現食藥署說 我只能找食品廠的 所以食品廠我現在只找到三千多 那農委會說我找飼料廠的 飼料廠看起來它就五千多 那財政部就很妙了 財政部憑什麼說八成流向飼料廠 因為農委會我是管飼料的 我都說我找得到五千多而已 那憑什麼張聖和你可以告訴我說 八成流向飼料廠 你有名單嗎 否則你這個數據是怎麼算出來 我個人非常的好奇 財政部他管關稅的 他從關稅那邊去查 所以他只能知道我進來的時候 是誰進的 可能有些是貿易公司 可能有一些是什麼樣奇怪的公司 但你怎麼知道他們是用去飼料廠 所以我覺得財政部長張聖和說這句話 非常的不負責任 因為你下面的這個執行機關都說 我只知道 我只掌握到 我確實知道去的 可是你居然可以跨過他 而知道他去哪裡 這也未免太神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照道理說呢 我必須說這麼多的油 他可以製成多少的飼料 到底這個量台灣是怎樣 台灣什麼時候變成養牛養豬養雞大國了嗎 還是我們輸出飼料嗎 這麼多的油可以做成多少飼料 他可以幫我算一算 假設都去飼料廠 而且只有這三年 如果就我們所知 台灣這些廠商跟越南買油 是九年的事情 這是你最近三年 你有四千八百萬公斤的油來 我還沒有說以前的到底去哪裡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號 而且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 去飼料廠也就OK對不對 其實去飼料廠也很可怕 我相信張醫生 大家會跟大家解釋 我們現在你可以看 農委會的狀況是 第一個食藥署不用管他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什麼都沒有管到 他也不知道他們用了什麼油 這已經大家都先話叉叉了 我現在來講農委會的事情 農委會就說 所以因為我們飼料科 只有兩三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一個辦公室來管他 所以飼料沒人在管 這是事實 可是大家都說沒有關係嘛 飼料反正是牛吃魚吃雞吃鴨吃 又不是我吃 問題他吃等於你吃 所以過去 張醫師他們也曾經遇到這樣的困擾 為什麼 當某個魚飼料裡面 他給他添加了奇怪的成分之後 魚吃了 張醫師買魚怎麼買 都說最近的魚怎麼都不合格 為什麼都有這種奇怪的防腐劑 對不對 那一樣的 假設每一個人都向張醫師 他們公司上去驗 那會不會到時候什麼豬肉 雞肉 魚肉我去驗都想說奇怪了 我們也沒有給他吃這個 為什麼我們的雞裡面會有這些東西呢 或者像吳老師他們去做 為什麼鴨子 鴨子裡面為什麼應該有帶凹心 為什麼魚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或許並不是我們的環境背景值 而是我們給他飼料的奇怪油裡面給他吃的 我們一直以為他是台灣的環境背景值 因為畢竟以前包括國外也曾經發生過 因為他的飼料受到污染 結果反而驗出帶要心 所以我們必須我們自己呈現出另外一個可怕的現象 就是我們的飼料沒人管 他說一個磕只有兩三個人 那假設沒人管我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們都間接的把一些沒有管的東西吃下去 那最恐怖的當然還是我覺得是張慎禾啦 因為他居然可以憑空想像說對啦 所以都去飼料廠 他這個態度就很像說你們先不用擔心吧 反正假設我沒有掌握到是做了壞事 我都當他是好事 這種態度是可以嗎 我請教你們兩個問題 搞不好這兩個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掌握到資料是說 四千八百萬公斤的越南的飼料油 或者是包括一些部分的食用油 工業用油 工業用油 都進到台灣來了 那財政部長跟我們講說八成都是去做飼料 那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相信 所以就有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如果這些超級無敵 噁心的 不是去做飼料 而是去做食用油 去做豬油 其他的油 讓我們吃下去 對我們人會有什麼傷害 那第二個問題 好 假設他真的是去做飼料 就沒傷害了嗎 我們來看看 嚴中海嚴醫師講說飼料油 到底有哪些東西 包括有細菌 那會導致極性腸胃炎 有鉛 就是重金屬的部分 有神經毒性 會有心血管疾病 傷害腎臟 黃旗毒素會有肝的問題 褶旗毒素會有腎的問題 或膀胱腫瘤問題 抑環胺會有致癌物的問題 本筆也是一個所謂的很重要的致癌物 還有丙息 吸胺 致癌物等等 我會說 人家吃下去 做飼料 讓人生吃下去 還會怎麼樣 我們常常 吸毒又沒有吸病毒 都常常想說只要不給我吃就好 我給那個豬吃雞吃 感覺都沒關係 其實這是一個很荒謬的想法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古話說人如其死 我跟你講 你的牲畜也如其死 牠吃什麼 牠體內就會積什麼 譬如以前有豬吃噴 後來就發現 因為收水裡面會發是長霉 長霉會有褶梅素 那扯褶梅素等等的 會造成這個豬本身產生腎炎 所以有七成臺灣的豬在屠宅的時候 如果餵過收水 七成的豬 腎臟裡面就有腎炎 你吃這個腎臟也會吃到裡面含有的扯褶梅素 因為扯褶梅素非常耐高熱 你有沒有想到那些肚臟的肝 我的腎臟拿回來 煮腰煮回來 我都煮過 我都炒過了 沒有用 扯褶梅素 據我看的文獻資料 大概耐熱可以接近四百度 四百度 對 所以他基本上你家的所有鍋子都耐合不了他 所以你想想看 單就一個收水造成扯褶梅素 就有這些問題跟效應 那這個多重來源的這個回收的收水油 裡面包含過氧化物 包含有毒的泉類 甚至包含這上面沒有血的反噬脂肪 他重生 從頭到尾 你看不到哪一個器官可以不受到影響 總括來講 你看得到了希望 碰到這些物質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的反射 就知道說第一個癌症會增加 很不幸的臺灣癌症真的在增加 他已經是三十二年的第一名 而且一直在上升 那我覺得一般民眾有一點阿Q想法 就是說現在現代化就公益汙染多了 每一個都得癌症 你錯了 那是因為你看到臺灣 你如果看看美國的數據之下 美國一九九年之後 癌症的死亡率就開始下降 降到現在還在降 那我們的癌症就一直在升 我們三十二年來一直在往上跑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何的何能 我們搞出那麼多癌症出來 那另外一個幻想就是說 那是因為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可能比較容易得癌症 你說了 美國做過癌症的這個種族分析 在美國剛好是東方人 他當然沒有支持華人 所有的亞洲人在美國的最不容易得到癌症 可是為什麼亞洲人到臺灣來 就得了一堆的癌症 大家有沒有想想看哪裡不對了 我跟你把這個跟基因沒有關係 不要每次都把癌症要推給基因 你要基因四百萬年 從人變成人四百萬年 其實基因沒什麼動到 四百萬年動的比例大概一點幾個percent 不可能在短短的三十二年之內 一路往上走 每一個醫生 每一個人看到這個數據 都應該警覺 我們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了 而且對抗癌症 絕對不能只是事後說 我們來打標靶 我們來給他化療 我們來給他開刀 這個絕對不是解決癌症的方法 今天爆那麼多死人事件 你就漸漸歸納出原來 他癌症還不是真的沒有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下面哪一個不是致癌物 黃旗毒素是一個出名的致癌物 當然沒有錯 我承認說黃旗毒素在煉油的精煉的過程中 加熱它會被破壞掉 所以到目前為止政府檢查到那麼多次都沒有看到黃旗毒素 沒有錯 細菌大概不是問題 因為加熱太高溫了 所以細菌你也看不到 可是扯驅呢 扯驅我們國內現在沒有CNS標準在一部分檢查扯驅霉素的方法 我們目前就鼓誤檢查扯驅霉素方法 所以你沒得驗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他益環 那邊做排鱗 所謂的本病病類的 丙細細胺類的 反式脂肪類的 其實對心臟血管 我們前三名死因就是癌症 這個講一堆自癌物 對不對 反式脂肪對心臟血管的傷害 還有那些過氧化物對心臟血管的傷害 所以這第二名中風第三名心肌梗塞 都跟這個事情有關 所以你看看一個廢油 其實他對於臺灣的整體的健康的衝擊 事實上是前十大死因的前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甚至人懷疑搞不好第五名 第六名 這可能都有關係 因為你的確是從這些毒物 你可以推散出這樣的結果 我直接問一個問題 余天或是余天的女兒 可不可以去告魏英聰 但我想在臺灣法律一定告不動 因為我們的律師 或者是他們的 或是他們的律師 或是我們的法官 都會講說 這個癌症這複合原因 這跟你自己的基因 跟你成長環境 跟你飲食習慣 跟你有沒有運動 跟你是不是肥胖 跟你怎樣 跟你祖宗八代都有關係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因為你吃的頂薪的油 所以你得到大腸癌 所以你可以跟他求償 這個是我們消費者遇到最大 最大的問題 從塑化劑的案子 從一連串的這些食品安全的案子 我們都會看到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事實 是說臺灣罹患癌症 特別是大腸癌 或者是肺癌的人數 真的是直線的上升 那到底跟這些所謂的 黑心油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看 汪太太躺在病床上 這是他第二次接受血液透析治療 問他為什麼會洗腎 他覺得可能是因為家裡長期吃清香油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請教一些護理師之類的 他們也是會講說腎臟部分的問題 大部分是食安 一個嫌疑透析師 平日下午就有五床病人洗腎 臺灣洗腎人口七萬多人 盛行率高居全世界第一 還有跟飲食習慣有關的大腸癌 這些年也越居國人癌症死因榜首 每37分鐘就有一人確診 到底為什麼 醫生沒辦法做那個因果關係的診斷 不過我們是強烈懷疑 其實你看很多黑心食品 其實它滿多的化學物質在裡面 滿多致癌的物質在裡面 這種累積下來的毒素 那是比販賣毒品還嚴重 這才31歲怎麼會去得這種病 心疼女兒得直腸癌 一人余天也痛罵黑心業者 其實黑心食品傷害的 不只臺灣人的身體健康 也擴大我們的健保財政黑洞 以一個洗腎病患來說 一次健保給付4100元 每兩天洗一次 一個月13次 一年算下來至少63萬 以保守臺灣7萬洗腎人口估算 一年健保得給付超過447億元的洗腎費用 不過黑心食品跟人民禮病的原因 沒有直接證據 只能強烈懷疑 遏制的黑心業者 害了人民的健康 卻讓大家無處求償 我們也透過電話連線給高雄縣醫師公會的理事 王宏玉 王醫師 王醫師我請教你 我們正經不能說吃黑心的油跟中藍 有一定的關聯嗎 我想是有很強大的關係 舉例來講像我太太 她就覺得很噁心 她就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不舒服 就會影響我們的免疫能力 所以她就很不快樂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這個油我們吃到體內以後 我們會跑到我們的食道胃腸子 那這些油的話 不管它是工業用的啦 地溝油 收油都有很多重金屬 有各式各樣的化學物質 這些化學物質很可能就是致癌物 那這些致癌物在它的胃 它就容易胃癌 但是因為在胃的時間不久 可是我們的腸子很長 所以它在腸子的時間是比較久 所以大腸癌的機會會比較大 我們十年前 台灣一年大腸癌過世的人是7000多個 大概一個小時一個 現在一年過世大腸癌是15000多個 大概一小時就兩個 所以變成是Double 那這樣子是很可怕的數據 那另外我們台灣100個往生的人裡面 已經有29個是得癌症了 那這一些地溝油 漿油 它跑到我們的食道位 我們會吸收 吸收以後有一些毒物會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這些血液裡面的毒物會跑到我們的肝臟去 肝臟負責解毒 那這樣會增加我們肝臟很大的負擔 肝病的比例會增加 那肝臟不可能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解毒 那那些不能解毒的 它就全身跑 那我們的腎臟血管很細 我們的眼睛血管很細 我們腦部 我們心臟都有很多微血管都很重要 這些微血管如果有這些毒物這樣子 24小時侵蝕 因為這個有可能吃了10年 那這樣我們的腎臟病 洗腎啊 眼睛的問題啊 中風心臟病 通通都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癌症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但是我很希望我們國家的華麗可以像美國一樣 你抽菸去告抽菸的公司 可能會天文數字的賠償 不見得一定要有因果關係 他認為說可以懲罰性的賠償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大家都要很小心 趁著這一次機會 我們把這些 兼商好好的給他一個教訓 以後大家規規矩矩做事 大家可以吃到健康的油 大家都會很快樂 文秀我請教你 所以臨床上你們有發現說進行這個關聯 因為我們其實是說 想當然而這種黑心油 因為含有那麼多的致癌物質 然後我們吃進去 或者是在吵雜的過程中吸進去那些空氣 那我們的呼吸道 我們的食道 我們的胃 然後到我們的肝 然後甚至透過血液到我們的心臟 然後累積到我們的腎臟 以及到我們的所謂的大腸直腸 這個我們想當然而會誘發所謂的癌症 可是臨床上我們有沒有更強而有力的證據說 這種黑心油跟癌症的關聯 這個科學上就是一千個人吃黑心油 一千個不吃過了五年十年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這種的試驗 這個就像說有的藥對孕婦有沒有影響 他會不會生下來積心呢 你不可能叫孕婦去吃啊 所以這個的話在科學上我們只能說強烈的暗示可能有關聯 所以我只能說我們沒有辦法造科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但是可以給他一個很嚴重的懲罰性的賠償的處罰這樣子 科學上我們沒有辦法做這種實驗 好 這樣王醫師我用那一般 病患的角度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請問王醫師我吃不好的油會不會得癌症 得癌症的機會會比較高 或是你的年齡會提早 我覺得有關聯 非常謝謝王醫師 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吳老師我們現在就是剛才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每天在說這個食品安全 要做集體求償或其他部分 都會遇到這個舉證的困難 法官 這裡是說那個黑心廠商的 那個律師都會講說 你沒有辦法證明說你的癌症 你身體的變化 甚至你的死亡 跟我賣的產品 有直接的關聯性 那現在要怎麼處理 從剛剛的這個趨勢圖來看 很明顯的這個癌症的 這個人數有增加 那長期來講 我們國家的癌症的時鐘 的速度也在加快 那這個東西 不是所謂的個人性的問題 還是地區性的問題 這是整個國家的問題 當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看到有這樣的趨勢的時候 他必須要主動的警覺到 國家百姓的健康出現問題 那他應該有直接的對策 現在不但沒有直接的對策 還容忍更多的奇奇怪怪的黑心油 現在還在找線索的 跑到哪裡去的這些黑心油 不斷地進到我們臺灣來 這是等於是對老百姓 他就失掉了兩重的信任 所以這樣的一個政府的這個執政的 這個集團 實質上來講 是對老百姓非常不負責任的 吳老師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最近聽到一個 像因為我不是念化學的 那所以我對這個不是很瞭解 最近我們在做健康檢查 那幾乎所有人都是三酸甘油脂過高 他說什麼是三酸甘油脂 後來就有一個那個食品安全的 那個營養系的老師跟我講說 你去想三酸甘油脂 就是三個酸跟甘油 這個分子結構結合在一起 所以一般狀況是 他就黏好了 但是你經過油炸 或是他的那個經過變化之後 炸過你再炸 這個三個酸就會跑出來 你的病就油力酸 跑出來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跟你的身體 原本的結構去產生突變 或者是攻擊他 或是再做結合 所以就會得到癌症 這個在化學的這個概念上 是不是說得通 其實這個在國外 有很多相關的科學的文獻 都肯定這樣的東西 是會產生癌症的 所謂的我們三酸甘油脂 一旦在我們做油的過程當中 或食物處理的過程當中 當這個甘油跟脂肪酸離開了之後 這個甘油 如果經過了這種氧化的過程 他就變成一個食品裡面 常常見到的我們叫做丙鱷犬 丙鱷犬是歐洲 甚至在給我們的飼料 給這個我們的牛給豬 吃的這些飼料的油脂裡面 丙鱷犬都是要檢查的項目 臺灣當然連給人吃的都沒檢查 這個項目 至於所游離出來這個脂肪酸 有的脂肪酸很不容易游離 這個時候就會累積 比如在有的脂肪酸甚至還是有一點毒性的脂肪酸 比如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是那個芥菜油的那種酸 裡面這種油脂就不太容易被分解了 就容易堆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那如果出來了這個部分 他是容易被我們身體所吸收的所代謝的 但是在你處理的過程當中處理不當 或者是這些收油裡面有這些東西 你用熱的處理或化學處理 他可能就會產生所謂的過氧化物 我們叫過氧化的脂肪酸 這過氧化的脂肪酸 當然會直接的就破壞我們的身體的組織 包括我們的血管壁 甚至包括我們的心肌 在國外的明確的科學的證據是 這些東西所產生的後續的這些自由基的物質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的神經 甚至造成我們的哀治海默症 巴基辛症 甚至是痴呆症的這種情況 那有一部分也會影響到很多人 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 造成他所謂的這關節炎的這個現象 那就關節就不好 行動就會困難了 這些病變 其實這些相關的科學證據是很多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國家具體的 衛生的這個機構 確實把這些拿出來 然後跟我們現在能夠看得到的數據 仔細的去做研判 然後仔細的去做 我們整體上面食品安全的改善呢 我相信是沒有的 在現階段還不知道這些油跑到哪裡去 進來這些油有多少 立委在要他們拿出相關資料來的時候 都拿不出來 這些官員基本上 不管是從我們這個稅政單位的也好 從我們農政單位的也好 從我們衛福單位也好 這些官員基本上都是失職的 都是失職的 你拿不出來 你怎麼會拿不出來呢 你領了老百姓的稅錢當薪水你怎麼會拿不出來呢 那你平常在做什麼事情啊 所以我是覺得政府已經到了這步田地 隨著 隨著責任最大 你買不到好油 他買不到好油 你們都買不到好油的時候 家裡煮不出來安全的這個東西 你難道要回去罵你家的這個廚師嗎 罵你家的另外一半嗎 當然不行 是誰讓大家買不到好油 就是這個政府嘛 所以這個政府本來就是我們應該要 要強力的監督他要指責他 結果呢 民意代表去說 你把這些相關的油的來龍去賣的 這個資料給我們 不給 天下有這樣的民主國家嗎 我是覺得很很奇怪 臺灣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在談所謂的這個致癌物質 那時候大家在談說酸價酸價 什麼酸價過高 或許就是這個游離酸越來越多跑出去 所以酸價會過高 可是除了酸價之外 還有像是什麼自由基啊 什麼益環胺等等 我會聽到吳老師說 所以現在我們就整個國家的公共衛生 人民的國民健康風險控管 到底我們漏了什麼樣嚴重的漏洞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長榮大學環保安全衛生室的主任 張正平呢 他之前接受勞動部的委託 說使用油的這個品質 跟作業環境說 譬如說你在做油的啦 你在肯德基麥當勞在炸薯條炸雞的這些人呢 這是還不是吃進去喔 呼吸吸進去那個空氣 到底有什麼嚴重性 如果我們用一百六十度的這個溫度 的沙拉油 沙拉油是耐高溫的油 去炸雞翅 一天只吃四點鐘了 連續炸七天 那你去驗呢 他酸價沒有過高 酸價是合理的 可是他的PAHS就是多環芳香 足氫碳氫化合物 這個濃度跟大小就產生變化 而這個東西呢 PAHS呢 是一個複合性的致癌物質 如果他沒有燃燒完全的話呢 就會產生在空氣中 小於十微米的顆粒呢 就會進到你的肺泡 大一點的顆粒會卡在你的呼吸道 甚至卡在你的頭部裡面 他會累積性 長期暴露就會增加 罹癌的風險 我們舉這個例子是說 這還沒有吃進去 這只是吸到那個空氣 那你吃進去 我們剛剛談到酸價的問題 談到什麼自由基 談到一大堆有的 沒有的這些致癌物質 可是我們真的能掌握 我們油裡面有這些東西嗎 這是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主持人 這剛才你說的 歷史蘭的黃菊毒素 因為我們批評比 PHS的評比Banelpirin Banelpirin是PHS裡面 致癌性最高的 所以我們研究的時候 就用Banelpirin 當作一個標準的研究物質 來看其他PHS的致癌性 當然我們可以研究 來分析十七種 二十一種 二十二種的PHS 有 其中裡面有一個Nephthrin 兩個本法的那些東西 火化性最高 那做在喇氣的事件裡面 會導致氣管癌 氣管癌 尤其是母的老鼠 Nephthrin在動物事件裡面 是這樣 像這些東西 就說我們掠出來這裡 在地面裡面 有很多基因毒性的致癌物 PHS會導致基因傷害 導致基因突變 像你剛才的 病西安 盆比 益凡安 黃菊毒素 者毒素等 這些全部是 具基因毒性的致癌物 一 它在我們吸收進入肝臟 會活化代謝 就是說 剛才有人說 肝臟都去毒 不是這樣 肝臟在補性和活化 你如果第二步 去毒 在這個第一步的時候 它會越 致癌性越高 像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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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窩 在我們環境中 它其實是活性不高 但它要跟它貼來 肝臟 活化以後 它比較是致癌物 像這個 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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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們 這些 致癌物的 它要跟我們貼來 它要跟肝臟 是最重要的 代謝器官 它代謝器官有分 Face 1 Face 2 Face 1就是給它活化 活化的時候 它就變成 會去攻擊我們的基因 造成基因致癌物 像剛才說了自由基因 自由基也會攻擊我們的基因 所以這方面的我的研究 其實我主要研究會在做這個 栗南部團的基因剪輯 形成的共駕見解物 我大概國際上 最早你用質譜的分析 這種東西 是 所以這些東西 你會生成最容易導致基因突變 基因突變 我們還有其他非基因性的 非基因毒性的致癌物 也導致在突變細胞加速增長 所以就變成致癌的過程 剛才我們說的 就像現在 剛才看到的死亡因素 癌症死亡因素 我們其實不可以看 中癌症的比例發生率 其實過期六年 我們臺灣人癌症的發生率 最高的就是大腸癌 過期六年第一名是大腸癌 所以對我們教我們這個問題 當然有很大的關鍵 但我們真的是很困難 近年到正義 第一就是說 像這個治療油 或這個工藥用油 我們歐益部食藥署分析 幾種就說沒問題 這個人是誰 但是竟然感覺 像我像吳嘉淳浩教授也知道 我們在買化學藥品 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平常尤其就微量分析 我們不會去用工業籍的 這種粗集的東西 我們去用很蠢的 分析籍的這個蠢的東西 所以工業籍的油 但是在過程中 一定含有很多的不存物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不存物 是什麼 但是現在政府就是說 對於以法度分析的 幾項 誘導的東西 分析之後就覺得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這些東西都安全 你就可以上架再去買 但是其他我們沒拿到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 政府和市府省 我們政府這個東西是安全的嗎 你沒有 但是沒有 要再吃下去 這才有合理 我用一個比喻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錯誤理解 你的問題 列譽所說 這些飼料用油 工業用油 或是劣質油 他的致癌物質可能這麼多 對 但是我們現在的政府能檢驗的 就只有這麼多 對 檢驗這麼多之後 發現這邊都通過合國了 所以這些通通上架 沒有問題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很重要的 真正好的人吃的那個油 是很單純的 對 即便是在訂相關的標準 你花生油就是花生做的 橄欖油就是橄欖做的 大豆油就大豆做的 芝麻油就是芝麻做的 只有我們臺灣搞到現在變成這麼天才 奇奇怪怪以後 要把它加在一起 還不打緊 還要拿這些所謂的收水的 回收的 工業的 拿來當作我們食用油 我告訴各位 臺灣真的是不知道 腦筋 腦筋這些官員 還有這些廠商 腦筋是怎麼想的 本來就是不應該給人吃的東西 還想要拿來用什麼手段來給人吃 你自己也沒有這麼多把關的這個方式 沒有人這樣子玩的 就是很單純的人 很單純的油 單純的鹽料 然後給人吃的 就是給人吃的 絕對不可以去參這種事情 還在這邊爭辯什麼 在政府的官員 還有什麼好爭辯 這一點根本都不需要去爭辯 爭辯這個事情 不應該給人吃的 就是不應該給人吃 很簡單 江氏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在 不管是國民健康局 或是食藥署 其實在跟我們談所謂那個 大腸癌的時候 現在一個說都是因為所謂的 國人飲食習慣 西化 我先想想不奇怪 我這幾年也沒有什麼叫做 飲食習慣西化 對啊 那個時候大家想說 炸雞不要吃 薯條不要吃 炸雞排不要吃 炸豬排不要吃什麼 反正炸的都不要吃 那是不是真的是 那個東西的問題 還是是油的問題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你如果真的去統計 你真的找不到臺灣的飲食 在這五年之內有那麼大的變動 對不對 那你五年之內大腸癌的發生率 跟死亡率都已經是增加到百分之四五十了 你怎麼解釋呢 基本上我們今天對於這些惡系惡者昌人 沒辦法處罰 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 是我們法界的落伍 美國為什麼他可以罰 因為他基本上相信 所謂的證據 不只在直接的因果關係 他接受是所謂生物統計的概念 我只要你讓人家吃下去 這個毒物的濃度超過這個致癌的範圍 那你總暴露人口多少 總風險值多少 我可以得出來說 你這樣可能會增加多少癌症 我就可以處罰你啊 我不見人家搞得清楚 誰的癌症是他引起的 誰的癌症不是他引起的 所以先進國家 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先進的科學的概念 他才有辦法處罰這些二職廠商 那我們現在的法律還停留在 坦白講是十八世紀的法律 要定義因果關係 對不對 對於癌症這種多發性的原因 你怎麼可能定出因果關係呢 這不是笑話嗎 這不是百名的貪庫廠商嗎 實安事件一件一件的重複的發生 為什麼你法律都不用修 這個江醫師我跟你講 立法院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我還有好幾次 其實我都有很多立法委員找我去參與 這根本就是神魔交戰 神魔交戰 我們當然知道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去修 需要去改的 然後磨的有一派 想辦法擋 想辦法不要修 不要改 這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臺灣的很多的 這個我們的政治界也好 行政界的也好 根本就是跟商 就是這樣子的 非常的match 才搞成今天這個局面 然後大家不知道嗎 臺灣沒有科學人才嗎 臺灣沒有人做研究嗎 臺灣的人看國際期刊的英文 臺灣有大部分的 這科學家都看不懂嗎 問題是出在那邊 這叫神魔交戰 不過另外有一個消息 南橋 南橋到底是不是用工業用油 這其實在上禮拜我們也討論過 今天我們又讓他重新上架了 可是是不是真的可以鬆了一口氣呢 包括立委林書芬也在質疑說 你南橋你是臺灣第三大生產豬油的廠商 可是你進口豬油的量是只有第四大 比你少的那個第四大的量的一成 天底下有這種事情嗎 不過南橋今天被官員證實說 他是可以上架可以使用 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 將麵團丟入攪拌機再放入特濃奶油攪拌 為了讓甜麵包吃起來更綿密 通常都會加入牛油來增添口感 而為在桃園的這家麵包店所使用的南橋油品 獲得衛福部證實檢驗結果合格過關 業者隨即重新使用 南橋的業務他們一早也有跟我們通知 可是還是會有點存疑 對啊 因為還是要經過政府的機關的公佈 我們會比較放心 所以我們也有上網去看過 然後確實真的是無虞 就非常快樂 上周南橋傳出進口油品 以工業用途曝光有規避曝光之嫌 桃園縣衛生局在第一時間針對30批 包括牛油 椰子油 棕櫚和人油等問題 相關產品123項 進行預防性下架並且抽驗 結果報告顯示 包括抗氧化劑 黃麴毒素和重金屬 全部都合格 恢復南橋油品上架販售 並派員解封存油槽 我們有把這個相關的產品 經過他們官方的一個證實 還有補檢驗的一個結果 衛福部這邊告知我們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同意他們販售123項的產品 得知商品可以恢復上架 南橋也發出聲明稿表示 已經與通路業者聯繫 儘速恢復產品重新上架 而對於這次的錯誤 造成客戶及社會紛擾與不安 至上最深的歉意 另外南橋不會申請國賠 蘇青你也認為南橋事件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等等看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發現我們不論是檢調 跟我們的行政機關 他們在辦這些食品安全的事件裡面 居然都抱持同一個態度 叫做證據到哪裡 我就辦到哪裡 這是很奇怪的 照道理我是第一個 如果是檢調主動發掘更多的犯罪證據 對不對 因為你要去推想說這樣的人 他在這個地方有問題 他在其他地方有沒有可能有問題 那我如果是行政執行機關 我更要擴大 因為我要預防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怎麼可能 報官看到植物油的部分 是你逃避查驗 我覺得罰你三千萬 那動物用油的部分呢 你有請他去交代嗎 他說有 因為我們姜葵 當時針對動物油廠商 做了我們每次食安試鑒以來 一定會做一件事 叫做什麼呢 請廠商竊竊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愛這一招 我寫新聞寫到我都覺得我鬼打牆啊 我 每次事件都說 我告訴你喔 在十月幾號之前 如果沒有竊竊的廠商 我們優先查 誰不竊竊 哪一次竊竊的廠商沒有出事的 就是說你已經知道這一招沒用了 你也知道你不可能仰賴說 他們會自己坦誠跟你講了 可是到時候你還是拿出這一招 你竊竊 於是說竊竊什麼 你應該不是竊竊 他說這次不是只有竊竊而已 要你仔細交代那個來源 那來源之後你不是要對嗎 你不是要上下勾擊嗎 你不是他來的說 數字加一加就OK了 就好像上次把男王的新聞稿 直接當作自己調查過了嘛 對不對 哪有這麼好當的官員啊 是這麼好做的事嗎 所以我說應該還要再等一等 因為我畢竟覺得他們現在看完了 只有植物油的部分 可是事實上動物油的部分 為什麼量跟第四名的差這麼多 到底問題在哪裡 是他自己炸嗎 還是什麼情況 應該還可以再看看 郭敏昊 可是我剛才一直要講一件事情 我想說我們現在啊 大家都說民眾很困難求償 或很困難給這些廠商一個很用力的打擊 原因是在於說英國關係很難證明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們官員 連國中生都不如你知道嗎 之前啊 在那個某素食鏈油 因為反覆油炸 結果出一些事情之後啊 那個時候就鬧出一些事情說 這些油反覆油炸之後 酸價不是很高嗎 那有些廠商不是說 我就用綠油粉啊 綠了之後看起來漂亮一點 可是表面上乾淨 其實裡面看起來沒有那麼乾淨 對不對 我就查資料的時候意外看到那個 國中生做科展 只是國中而已 人家做科展人家怎麼做 簡單啊 我做動物實驗不行嗎 我分析不出來裡面什麼 可是動物的生命比較短 我餵牠吃 我看牠會怎樣 你知道那國中生好可愛 弄了兩隻老鼠 先呢 先在他們餵他們奇怪的飼料之前 先測試兩隻老鼠 活動力差不多 先記錄好 兩隻差不多的老鼠 開始餵 這隻餵正常飼料 這隻正常飼料之外 我就餵牠什麼 餵牠那個回炸很多次的油 你知道嗎 我看的數據覺得好可怕 牠那個小老鼠啊 前三天兩個跑的跑輪子的速度 還差不多 胃反覆油炸 但是有用綠油粉濾過那一隻啊 一個禮拜就掛了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說 這些油 我沒有辦法在人體上面去實驗說 我不能故意叫你吃壞油 知道你會不會得癌症 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全台灣都吃到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區分 有吃到油跟沒有吃到油 那群人離癌的機率有沒有不一樣 可是我是不是至少可以先做一些動物或什麼 這些動物活得那麼短 至少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他們那個時候在做記憶改 不是也在做動物試驗嗎 如果毒性的東西 我不能做人 我至少要做動物吧 我至少要做這個吧 你看我們蘆味只是蘆久一點 就會產生什麼 氧化膽固醇 是不是一樣可能心血管風險 是不是可能致癌 那你說我們那個回炸 我跟你講炸油事件 你說我久沒有觀察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之前有一對夫婦 他們呢在一年之內只差一年連續兩個居然都得了肺癌 他說奇怪 如果是爸爸跟兒子至少還有基因關係 夫婦是怎麼可能連續在一年之內就得 就你發現他們去檢查他們的房子 他們房子抽油煙機 根本就因為黑心建商沒有對外開口 那個油管接啊接啊接到後來是封住的 所以他們一直在吸他們的肺油 兩年之內陸續就接續都發現癌症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種意外的事件的話 你至少是不是做一些簡單的動物實驗 或委託一個動物實驗 知道說你至少要方便我們求償 不要等到上次什麼塑化劑 等到成績的人說我們觀察發現 塑化劑跟乳癌有關 然後呢 這麼久之後 大家都已經 解散之後才說 對他會乳癌 有啦 賠九塊 九塊 而且其實我們官員 我覺得非常的叫做天真無邪 怎麼講你知道嗎 很簡單一個問題 我檢驗檢驗不出來 對不對 我看錢 跟著錢走 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今天所有的這些黑心的事情 其實就是跟著錢走 為了要節省錢嘛 你會相信說你買的牛油 比全世界最大的牛油出產國 賣出去的牛油的價格的三分之一以下 你憑什麼 憑什麼 憑什麼 你講的就是南強嗎 對啊 他買了八百塊錢一頓 八百塊一頓 美金啊 人家紐西蘭的公告的這個 在網路上可以找到的 價格從兩千三一頓到五千塊 好的牛油一頓 你就說好嗎 那我還沒練 我問你工業經驗一頓 這個過程你要跟人家收多少錢 幾十塊錢了不起了 你能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看著價格 你就說不對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為了節省成本 這個是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我們的官員 也不是說比不上這個國中生 也不是天真無邪 他也是有能力的 只是他把那個能力 用到別的地方去 歐老師我要請教 我覺得這其實講起來很悲哀 但是似乎全世界也找不到 這種所謂的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的 這個研究case 其實在臺灣就是說兩千三百萬人 幾乎每一個人都遲到這個 這個東西跟癌症之間的關聯 恐怕全世界都會對臺灣 這個例子很有興趣 不過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臺南蘇先生 你好 之前請你電視 關靜音或關掉好嗎 因為有回收 謝謝 喂 大家好 我想 我想 我就現在感覺到了 我們一二再二三 來出這些問題 我覺得今天這些來賓講的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角度 而且講得非常棒 應該通播大家再看一次了解一下 我也同意說 我們觀點真的不是不知道 所以總而這些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制度不夠完備 我們之前事實上也談過了好幾次 我們必須要加強 就是說我們的制度上沒辦法說 事前的檢查 或事後我們該怎麼處理 我們那個巡謀根本動不了 而且就像來賓有說到 深謀那種理論 是完全我們同意的 因為這個一直改變不了 我們現在說我們藍色的 這邊的執政對不對 長期 但是他沒有改他們制定的這一套 但是我們反對的這一方 也一樣 就用神謀的理論 他們竟然也沒有自己退產 或是改變的制度 就是財團方面 或是我們的作為公務員的方面 都是一種停滯的一種現象 所以人家要嘲笑我們威權 有些部分尤其主幹還沒有改變 我們要朝鮮民主要進步 不適任了 你可能就要下來 能夠說之後後面的處理 像是我們要法律 要追逐上面根本就做不到 怎麼舉證太落後了 真的是連小學生都可以這樣做得到 我覺得我們循環 我們的循環有點自帶 你如果不適任的話對不對 真的有人力得上去 不然這樣會讓我們整個台灣沒辦法 好 謝謝臺北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大家好 這個問題不是幾分鐘可以講得晚的 他要補充一下一些重點 在我幾十年前在讀一線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讀到 這個回溝油就是可以致癌 它是產生過氧化物 環氧化物 這個在我們幾十年前讀書就讀到了 那我在擔任這一個調子的時候 我也跟我的同學講說 這些都不要吃 你去外面買了什麼油打什麼東西 你都不要吃 商人沒有說我今天炸完了把它丟掉了 不可能 沒有人發現的話就一直炸下去 再加一些新油下去 那這個問題之後 現在已經發生了 那怎麼處理 這個才重要 那當然比如說剛剛講說 這個微生物或者是煤菌什麼 已經處理掉了 所以警察不出來 不是這樣子 因為從這個回溝到這個廢油 到這個我們台灣的腸 它經過多少的時間 那個細菌 煤菌的繁殖 所產生的代謝產物 這個才是很恐怖的 這致癌性很強 對腸癌什麼 這個乃至說腎臟癌什麼癌 那這個都非常問題 那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說每次發生事情 就是開會 開會晉級開會 那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這個還是重點 那你跟這個政治系畢業的 環系畢業的執政者講 這些都沒有用 他不懂 他聽不進去 所以我現在很肯切的 非常的 就是說痛心的要求馬英九 請你自動下架 撿鋪蓋回家 不要再殘害 兩千三百萬人民好不好 拜託你 那我也希望我們全國民眾 對於有這種毒醫學院的 毒食品醫學的 要出來進選公子 請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你 新北市的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最近在游泳的時候 我發現像這個游泳池的這個救生員 他都有一個這種基礎性的人員 他都有一個時效 那我現在發覺我們的公務人員很奇怪 他在考試之前都是天才 透過這麼多的這個國家考試 他可以錄一用 他應該是很厲害的 可是他上了這個公務人員之後 通通變蠢材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既然他的思考邏輯 也比不上這個國中生 就像來賓舉例的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的機制 來淘汰這個 不是那麼私人的這些公務人員 好好的替我們這個這個老百姓來把關 因為你看這個這個事情 一直延續一直延續 我這時候這受不了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東西 是 謝謝 謝謝王先生 不過吳老師我要請教你 現在我覺得應該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會擔心兩件事情 現在大家都知道說由跟身體健康 或是跟癌症的那個絕對的必然關聯 儘管法官可能還不是那麼進步 但是大家應該都有這個觀念 就是真的不要吃壞油 更不能吃黑心甲油 這是一個 可是問題是我買不到好油 你知道嗎 第一個我買不到 我有錢我也買不到 第二個我覺得大家會更擔心的說 這一次也許是因為小蜜蜂 然後減掉呢誤打誤撞 抓到頂心的 那下一次會不會有其他的這一種 這一次是收水油飼料油工業油 下次會不會有其他的 不只是在油這邊 下一次很快就要出現 我不知道說希望很快還是希望不要出現 但是我想講的是說 所以那反映的是全國的公共衛生政策 食品安全政策 的確是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現在馬英九總統先生呢 又再度開了國家安全會議 也是在談這個所謂的食品安全 我想問的是說有沒有用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用處 因為第一次國安會議 就是兩個結論 一個就抵制頂心嘛 第二成立國家什麼什麼食品安全辦公室 那我認為他把食品安全辦公室當作一個防災 類似防災的這樣的辦公室會議 那我再來看了就是這個叫做食品不安全辦公室 因為為了應付食品安全事件 才需要做防災這種辦公室嘛 就為了去做緊急應變使用 那需要食品安全發生到緊急應變的時候 就是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才需要 那表示我們食品安全做不好啊 所以這個辦公室要顯張他的功能的話 應該證明為食品不安全 叫食不安辦公室才對啦 不是叫食安辦公室 我們來看看政府到底 現在所提出的 整個食品安全政策是什麼 黑心油品風暴 民眾人心惶惶 二十號傍晚 總統馬英九在總統府 第二度召開食品安全國安高層會議 而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也在今日運作 預計本週三掛牌 食安辦公室 從農委會衛福部經濟部借調三人已經進駐 其他對食品科技政策等了解的五人 也可隨時加入 目前的四大業務包括收集 分析市場食安訊息 整合政府及民間訊息交流 聯合機查三級品管 以及協調處理食安消費糾紛 而前行軍院長陳聰 對政府目前面臨的食安危機 認為除了消極面的重罰黑心廠商 在積極面方面 重整GMP制度其實更有幫助 把GMP制度重新做一個整頓 當然有人說建議把它廢止 但我覺得已經大家耳頭能詳的GMP 其實可以把它做個整頓 建立一個品牌的話 從積極面去看 那可能是會比較有幫助 對於頂星捐出30億食安基金 前董卓慧英聰律師強調 無需再羈押 但陳聰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很重要 不是捐錢就能換取自由 那現在臺灣有一些認為 我捐錢就就算做企業社會責任 這是大錯 才會有人覺得說我捐錢 是不是可以就不要被收押 這也是錯了 你這個對那個社會責任 要擺在你的每一個過程裡面 食安風暴凸顯國內企業 追逐低成本的貪婪心態 陳聰建議政府重新整頓食安制度 才能重拾民心 記者陳立峰台北報導 陳立峰總部的每一個人 都像你這樣子自己去搞一個 所謂的自己的食物的生產鏈 來去吃 所以怎麼辦 我跟你講 我現在有多親餐你知道嗎 我被這次整的結果 當然損失幾百萬那就算了 那桑芋也是一塌糊塗了 那現在變成怎麼樣 變成我們生產任何的加工食品 所有的原料 只能從公司內部檢驗過的東西拿來做 回到什麼小農時代 以前小農時代 每個人自己做 我進餐 我自己去打鐵 我去做農具 然後我還想叫太太去織布 變成這個樣子的世界 真是離譜了 那你說怎麼解決這方案 在目前史安看不到解決方案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一個問題 你盡量減少外食 減少加工品 因為你如果吃的是一個菜葉 他怎麼做一個假菜葉給你吃 頂多就是有沒有農藥洗不洗乾淨等等問題 反而事實上是相對的單純 可是就如吳老師常常講的 一個餅乾裡面寫了二十八種成分 二十八種成分有些還要細拆像 譬如取緣劑一拆拆成三樣對不對 你這個二十八種成分 再拆完之後可能四十種東西 可能來自於二十幾個國家 我問你 你有辦法去管理這些東西嗎 因為我們現在連一個國家 連個油都管不好 你有辦法管理二十幾個國家的幾十條生產線嗎 做不到啦 他沒說 大家不要在那邊幻想 所以基本的單純就是吃食物的原型 減少外食減少加工品 這是我目前想的應對方法 所以你還是建議大家只能靠自己這樣子 那不能怎麼辦 因為眼前看不到政府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能有太多幻想 你坦白講人傻也不能傻得太離譜 你被騙一次就算了 配兩次就算了 你現在被騙了那麼多次 你還要相信嗎 吳老師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看日本怎麼做 歐盟怎麼做 其實我是基於建議說我們學日本立食品安全基本法 然後在這個基本法裡頭 成立食品安全評估辦公室 食品安全需要用建構完整的預防體系 就像預防恐怖攻擊一樣 我們需要這樣來預防的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就是說 這個跌床架構 架有不然就成立一個這樣子 然後隨便弄一個辦公室 看起來就失去功能 我們成立這樣的辦公室 根據科學的證據來收 收集完整的科學證據 針對我們可能潛在高風險的優先評估 像美國在兩千零十一年通過食品 安全現代化法案 他對新要上市的食品 是要做安全評估 食品風險評估 你新的食品要上市 風險評估審查通過才可以上市 那我們新的產品可以這樣做 那原有已經舊有的食品怎麼辦 我們就針對那些大量使用 或是潛在全民會使用的 是優先評估 從原料開始 從農場開始到餐桌 完整的整個加工鏈製作鏈 完整的評估 是 那評估我們就可以找出 哪一些重要的點 會影響到食品安全 嚴謹的管制 是 那我們也同時要建構食品的指紋 食品的指紋 其實在兩千零二年 WHO為了預防恐怖攻擊 你藉由食品來攻擊 他有公告一個規範 叫做恐怖攻擊在食品中 他就建議每個國家要建構 這樣的能力去建構 去identify 或是說去找出來 食品中有一些不正常 不應該出現的化學藥品是什麼 是 那很可惜 我們要加入WHO 但是我們國家政府 竟然沒有去遵照 去遵守WHO的規範 去建構這樣的能力 這樣是應該要建構 不過吳老師的建議 真的應該要給馬總統 好好思考一下 但是吳老師 我要請教你 我已經吃過十年 這個黑油 白油 黑心油 雞油 有可能嗎 有可能 但是這個問題比較大 你可能有一個 真的要聽我的演講才可以 至於國家怎麼樣去改 這樣的這個制度 今天有一個很有名的週刊 來訪問我 我給了他很多時間 我希望他能夠很具體的 在這一期的週刊 把他寫出來 大家可以持續去做相關的參考 什麼週刊 一週刊 謝謝你收看 誰說親戚不計價 Corn'do 剛才ד床 準備說 ween 去看看 妳的女兒去誰家住 我姐姐 因為可以增進彼此家族間的感情 她規定我說 三餐就只吃一碗飯 我就跟她說 妳憑什麼這樣子管我 她就跟我說 妳待在這邊我也覺得很麻煩 然後我就說 那妳們為什麼又要拆開我的信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要搞清楚狀況 妳現在住的是我家喔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酒很大 妳要進去的房子 她會顯示妳這裡 什麼碗子 這裡 她說什麼妳要做 跟這個碗子